我觉得两个原因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 怕被驳回这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司法问题司法解决 高院对于柯主席的抗告 一定不会像对其他的吴顺民他们的 可能还是会发回积压庭 而且因为柯主席的三位天王级的律师 在昨天的声明一开始就说 上一次的裁定有很多瑕疵 既然你认为说法律上有很多瑕疵 那当然可以当为作为你的抗告的理由 而且你在抗告的时候 你所提的那一些理由 你刚好可以对外公布 讲清楚说到底有哪一些瑕疵 到底哪一些证据不足 你才有一个论述的基础 但是现在民众党选择 就是放弃司法的诉讼 然后完全行诸于政治跟群众的手段 那是不是完全正当 这一点我是打一个问号 那你今天不相信法官 不相信高院法官的裁定 也不相信地院法官的裁定 你最终施法还是要回到法院吗 那你都不相信每一个法官吗 第一个法官才定你无保请回 你就相信他称赞他 之后每一个法官 你都开始已经质疑在前面了 那昨天有人跟我讲说 但我觉得这有一点阴谋论 第二个就是 现在民众党有一些人 根本希望把柯市长塑造成训道者 就是他不要出来 就是在看守所里面 然后这样外面集结动员的能量 才会越来越大 如果柯市长出来 交保顺利出来的话 那可能又要每天被媒体毒麦 又或者是鸡家庭才会更审 然后地院说好一千万交保 那你要不要交保 人家给你一个机会 你抗告成功了 我给你交保 你又说你不交保 那这不是一个很搞笑的作为吗 所以选择不抗告的原因 有可能是他们自己的算盘 就是那万一地院真的给我交保了 我前面又呛说我不交保 那我不是就白抗告了吗 哪有说我唯一一条 就是要写法官说 你一定要用无保请回的 那这个等于是 不给法官才两全的吗